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当年耶和华 当年3000年前耶和华降灾埃及的时候是十个灾 那前面一组 三个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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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了第十灾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逾越节 冲着人来了 前面没有冲着人去 前面都是人们的衣食住行 而在当时来讲 埃及的国王信他们的神 相信他们的信仰 相信他们的宗教 相信他们的力量 跟现在是完全一样 但是经历了十项 这十项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场瘟疫有来有去 有来有去 他不会说这么 十年二十年就永远没有 但是每一波每一波 都有他背后的含义 都有背后的因有 几千年之后 两千多年之后 刘伯温 对吧 十仇难过诸蜀年 这话说的 其实时间和方式 十仇 在诸蜀年中 人们将遭遇了十样 不同的灾难 又相同 又相同又不同 又相互牵连 相互挂连 他也是这么来的 然后后说了 又就是铜达铁罗汉 难过七月 叫什么 一十三 难过七月一十三 如果你硬算的话呢 2020年八月三十一号 就是铜达铁罗汉 你都过不去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 一波一波的 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中共就是 今天的中共呢 习近平他们 在利用在全世界 面对如此疫情和灾难的时候 无暇顾忌他们 无暇顾忌其他的时候 他们在认为 是自己最佳的时间 中共病毒正在沉痛的打击着 欧美的各派势力 给习近平的中共呢 以在地球 在全球范围内 崛起的最佳时机 应对王沪宁的人之初 性本恶的手法 要实现任志强的 到死 对光之平又要做皇帝的 努力的小丑 我觉得是挺贴切的 但是咱讲了出事情 他叫中共病毒 是一波一波来的 23号 在习近平18号出来之后 18号露面之后 在强烈要求全国复工 你看包括他宣传当中 会宣传出很多 有人说 我记得有一段视频 是讲重庆人 说重庆人到外头撒标了 全出来了 那个视频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全出来 就是和在外头吃饭 遛狗的 遛弯的 什么样都有 去对比今天在欧美地区的 这种全国式的停摆 23号 在要求复工的过程中 全国各地的劳工 在去他们要干活的地方 应该是山东的一家公司 从云南 不知道为什么 从云南租了一辆大巴士 30个工人 两个 30个工人 两个司机 一个医护人员 从云南 走高速公路 要到山东 复工 好久没回国了 咱就不知道 那公路是什么个走法 看起来是 从云南 四川 过秦岭 到了 到这个 陕西 结果他在陕西的高速路的浮站上 一个人死了 他随车有医护人员 一个人死了 另外三个人 另外两个人有着共同的这个症状 还有一个人呢 症状没有那么明显 死于 叫做出血热 出血热有几种 最厉害的 最有名的 伊波拉 伊波拉 就是出血热 如果你一定算的话 另类鼠疫 跟黑死病类似 跟肺鼠疫类似 它的病毒级别 四级 四级是最高的 我没查过 现在中共病毒算几级呢 还不知道 但是伊波拉就是四级 黑死病也是四级 死亡率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没人知道怎么得的 出血热 中共自己承认 它是四川 四川新闻快讯 直接爆出来 这前后时间一天多 那二十几个人 没有后续的消息 因为还有二十九个人呢 同样都在车里面 它的传染 同在一区 相互接触 这个什么空气传染 接触传染 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中共病毒一样 可 它是从云南 已经坐车 到了这个陕西 它的潜伏期 最长可以达到十三天 这都是正常数据 我查过 所以这是今天的中国 这是今天中国 那如果在陕西 一直有这东西的话 那给我的感觉 它只不过没有爆发出来 因为那现一级的 疾病控制中心 竟然知道 所以它还没有爆发出来 如果它爆发 也就讲说 病毒想什么时候爆发 人家自个儿说了算 可不是人说了算 网上有编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国官员 台湾早已警告了 WHO病毒可以人传人 但中共国拒绝承认 导致灾难的后果 那现在的状况 中共一直在推卸责任 然后往外送口罩 然后强迫老百姓复工 再出现任何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 不许按照这个报 你按照缴气报都成 就是不许按照肺炎报 所以就中国就出现了 零 对不对 出现零的那天 是3月18号 零case零增长 零死亡零 全是零 那这概念就是要给 习大大塑造成救世主 对吧 第一 说麻烦都是美国人干 第二 我抢购了20亿口罩 然后我现在是 2万个3万个往外送 我是伟大救世主 你所有私人 在2月份 所有普通的人 寄回国内的口罩 都被没收了 所以我跟你说 连垃圾都不配 不可能的事情 人间的语言很惭愧 面对他很惭愧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一个公众 这是一个涉及到 全世界每一个人的 生命安全的问题 他怎么能做 但他能做 就做 所以美国国务院呢 现在就急了 在透过推文 在拼命的发推文 包括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推文 25号上午大概9点半 我们绝不能让虚假信息 破坏我们抗击病毒的努力 我们正在为美国人民 带来好的结果 并继续这么做 我鼓励所有美国人 只要只去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和美国国务院领事局的 可靠信息来源 以对你自己负责 这是把美国国务卿 20号的一段推文发出来 他按照他翻译成中文 所以在推特上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在竭尽全力 在对赌 在跟中共之间出现 直接了当的对来 七个小时之前 我们欢迎 崔大使的评论 中共外交部的声明 是疯狂的事件 中共外交系统出现了 大裂变 中共驻美国的大使 崔天凯 说赵立坚的说法 跟声明 外交部的说法 是疯狂的事件 挽救生命 比挽救面子更重要 那你让我说 崔天凯是不是要判决 按照共产党的话 他的级别 是相当于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 他的级别 高过 今天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就是副局级 政局级 那中共驻美国大使 下一步 就是外交部长 中共国驱除 美国记者的 大展望为的行为 阻止了 来自于武汉的可靠的 信息的流动 这是英文翻译过来 就是说 中共驱除 三大报社的记者 目的是掩盖 今天看到 在中国大陆的 疫情的真相 当我们面临 中共病毒危机时 世界比以往 更需要听到 尤其是遭到 中国中共国驱逐的 那些人的声音 所以记者必须 能够公开的 自由的产生作用 这是七个小时之前 发的推文 这是昨天的 我们他有个时差问题 新报告揭示 中共国大范围 存在强迫劳动 中共迫使维吾尔族人 哈萨克族人 在残酷的环境下 在工厂做工 不仅在新疆 而是在中国的各个地方 所以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它代表着美国政府 美国国务院 那这是官方的概念态度 直接指责今天 中共国的所作所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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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